第五步 欢迎来到准哥的古科教室 那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 学好古的五个步骤 那很多人在学习古的时候 通常会卡在第二跟第三 到了第三就很难往四跟五走 到底四跟五是什么呢 那就继续看下去 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设定目标 设定目标很重要 就是大部分人学习大部分是以兴趣为导向嘛 那少部分是往专业的 那就以最常见的例子就是 可能你想要打一首歌 想把这首歌学会 你可能要去表演或者去cover 或者是就是自娱自乐开心 那都无所谓 所以你假设你设定了好这个目标之后呢 因为这个是你喜欢的你想做的 所以我相信你往后的这个步骤 会相对走的容易一点 不是说绝对喔 因为有些人走一走就放弃了 但是你大前提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相对你开心的目标 不然你不开心做这件事情就不会持续下去 所以要找到一个有动力的目标 有些人是他想要练好基本功 因为他想要打很快 然后秀给别人开他就很帅 那大部分是歌曲 所以要歌曲要先选好 那当然这歌曲不是说一定要绑死啊 那有些人是喜欢某一个乐团 或者是某一种曲风 或者是某一张专辑 那这都可以 就是可以先把这个范围稍微缩小 然后找到一个你合适的跟你喜欢的类型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寻找这个学习的方式 那大部分最常见的学习方式就是找老师上课 那当然现在也越来越多人透过网路自学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有频道拍一些教学的打鼓影片 或者是看别人的drum cover 或者是看动态鼓谱 或者是问会的朋友都可以 这边要强调一下就是说时间就是金钱 虽然自学还是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卡在一个地方很久 迟迟无法进步 建议你可以找一个信任的老师 然后找他上课 也许你这个点自己摸索要卡一年 但是你找老师上课可能只要三个月 换算时间跟金钱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快一点完成你的心情上会比较有自信 好那第三个步骤也是最多老师会提的 就是练习 那这个练习呢稍微强调一下就是要愿意的反复练习 因为我们学习是经由大脑 就是你认知知道这个东西要长这样 要这样打 然后声音长这样 这个组合是这样 但是你的手脚因为没有透过反复的肌肉训练 刻意训练所以会导致会不灵巧 会不够熟练 所以不是说我有练就好 而是你要重复的练习 但是还是回到第二个嘛 就你的学习方式要是正确的 那你再回到第三步骤 你反复练习才会有意义 那你就可以越来越成熟 好那第四个步骤呢 是大家会容易忽略的 因为很多学生会跟我说 老师我有找你上课 然后我也有练习 可是我总觉得我打鼓还是怪怪的 没有说很顺畅 看别人好像一放音乐 没有听过他也可以跟着打鼓很自在 那是因为你少了第四个步骤叫做内化 那内化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你去分析一下你打的内容 那你这些内容包含了过门节奏 还有一些旋律的走向 就是音乐整个画面 你有没有去思考 这个地方可能是渐强渐弱 或者是说这个地方的大鼓是对bass 就是你在打鼓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有听原作者在打鼓的声音 你去忽略了其他乐手所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你会觉得学这首歌玩 换另外一首歌 这两件事情是没有相关的 但是你退一步来看 来听这个歌曲 你可以去思考他有没有共同的地方 那你这样子透过 退一步来看旋律的走向 还有音高 还有一些转折气氛对点 那你越来越了解音乐在干嘛之后呢 你就可以触类旁通 局一反三 你就可以把你所学的东西放在别首歌 所以你要慢慢透过时间的练习 还有思考 才可以把你所学的内容内化 那第五个呢 就是自由应用 因为你已经内化了 那有些人可能会去组乐团 或者是去报名比赛 那他可能比赛你可以自选曲 那自选曲 你就可以自己编辑 你要哪个地方 要塞节奏 过门 要solo 编排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让你自己的打鼓的这个风格 跟内容就越来越丰富 就不会好像要老师帮你编好 或者是一定要有人帮你写好一个东西 你就像一个看谱机器一样 只会从头打到尾 但是你的耳朵没有去听音乐 你的眼睛只有看着谱 那这样子就会打鼓就会变成 好像没有很灵活 对 当然不是说只会看谱不好 就是看谱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打爵士鼓的鼓手 要更学会这个灵活应用 才是这个打鼓最重要的真理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所以要学好鼓 要透过这五个步骤 第一个是要建立目标 第二个是要找到学习方式 第三个要反复练习 第四个要内化 那第五个就可以自由应用 所以只要透过这五个步骤 你就一定可以把鼓学好 但是要记得一定要用对的方式 适合自己的方式 才可以越来越好 以上 古科教士这一集所讲的 学好鼓五个步骤 谢谢